9月近日播出最近一期跨界名嘴的成长录 邀德金星做客讲述臣民往事 他在节目中自曝在美国生活时 曾经遭同行陷害 他那时候在美国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 却被同行举报贩毒 被警方拘留 最后错过了报道的时间 比赛资格就被自动取消了 金星说这个陷害他的同行也是中国人 对方是嫉妒他拿奖学金去美国 生活无忧而且致命的快 而那个同行却是个半读生 所以就心生歪念 陷害金星贩毒 令他锒铛入狱 可是这段经历给金星带来了灵感 他把在拘留所那两天的感受 编成一出舞蹈作品《半梦》 这个作品更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大奖 这样的结果应该把那个同行起得半死吧 三回视频娱乐宝宝综合报道 卢亦有约近日播出最近一期跨界名嘴的成长录 邀得金星做客讲述成名往事 他在节目中自曝在美国生活时 曾经遭同行陷害 他那时候在美国准备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 却被同行举报贩毒 被警方拘留 最后错过了报道的时间 比赛资格就被自动取消了 金星说这个陷害他的同行也是中国人 对方是嫉妒他拿奖学金去美国 生活无忧而且持名得快 而那个同行却是个半读生 所以就心生歪念 陷害金星贩毒 令他锒铛入狱 可是这段经历给金星带来了灵感 他把在拘留所那两天的感受 编成一出舞蹈作品《半梦》 这个作品更获得了当年的年度大奖 这样的结果应该把那个同行起得半死吧 三回视频娱乐宝宝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温暂停